請人請,請請 全體學員請起立 請向獎師 舉功 好,各位同學午安喔,請坐 我在台上應該可以不用 那這個禮拜開始就是上電氣功的課程 然後傳授電氣功法律 所以電氣功 這個 對做過的有沒有 對做過天然氣功 一半多一點,謝謝 這個天然氣功是我們天地教一個特有的 你說是 我們講誇張一點叫神通 然後講普通一點就是一個技能 它可以讓你不用上醫學院 就可以幫人家做氣功 讓人家的這個病痛減輕甚至不遠康復 好,但是這個種種 這個今天講的是天然氣功原理 告訴你這個天然氣功是怎麼運作的 好,那回去的時候還是要好好的練習 第一個我們功課 另外就是要多出手做氣功 這個才會這個發揮它的效用 這個一樣呢,就是我們開車 我們騎車做什麼事情都一定要熟練 這個熟練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就是傳了氣功 然後斷練49天之後 這個不斷 49天不斷 職務兩個時候 舉出來練習 斷練49天不斷 之後然後幫人家做氣功 這個後面的這個練習很重要 好,那今天我們主要講的天然氣功的原理跟親和方法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直接這個講天然氣功基本的一些定位 天然氣功基本定位是在兩層相感的氣養技術 在我們心靜界教育心靜界裡面有講 人的親和力加人跟神的親和力 作用 他要解釋 求人者跟致命者要學衡人師 要達到樂準的生效 否則無效 這個裡面講得很清楚 人跟神 人跟人,人跟神之間的親和力 要達到親和樂準才能夠生效 那這個所謂兩層相感的氣養技術 是哪兩個層 第一個是人跟人之間的親和力 是第一個層 第二個是人跟神的親和力 是第二個層 這兩個都要誠心誠意 這個我們的誠意散發出來 我們面力專注之後達到親和樂準 這個我們後面講這個三角關係建立時候 天天氣才會下來 所以兩層相感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地方 他的精神內涵就是在天人之間 親和力的熱準上面 這個 知不知道什麼叫做熱準 這個熱準是我們天氣叫 比較 應該算特有的一個名詞 你簡單可以想像它 它是比如說 我們是間人 親和力簡單講 這個教育講 親力我們發出親力 想要跟對方親和 對方發出合力應和 跟我們的親力相應和 親力跟合力相應和時候 這個時候兩個的能量不能差太多 兩個能量要差不多 就等於說意思是說 這兩個要能夠 這個用白話來講 那就是同頻共振 同頻共振 同頻共振之後 兩個的親和觀 才能夠建立起來 這個要同頻共振 這個講解的就是我們用熱準 它的能量、頻率各方面要能夠補合 這個用比較白話的方式來講 但是 天意要講熱準 其實它的範圍更大 這個在親和力上面來講 就是有點用白話意思講 就是要兩種之間同頻共振 然後才能夠建立這個所謂親和力 親和才能夠建立起來 那這個所謂同頻共振 簡單講就是 我們天意要比較專用的名詞 叫做熱準 當然這個熱準 還用在很多其他方面 其他方面 那 因為我們其實 回去各位 好好去 我們天意要這個熱準 這個名詞 不太好解釋 但是 常常在講 我去好好體會一下 那 這個天能氣功的精神內涵 落在親和力的熱準之上面 熱準一佔充足 這個氣氧能量 這個熱氣就能夠形成 那熱準一掉下來 這個三角的關係的氣氧自然就中斷 所以我們在這個 調理過程裡面 兩者 失智者跟求診者 這個 聖訊講失智者 這個求診者 那我們 我們 普通一般講 調理者跟求調者 求 這個求診者 這個變成求調 我們講調理 天能氣功調理 求調者都必須拿出 誠意 誠進誠心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誠 那配合愛心耐心 同心真心 是同分 有一個親和態度 才能夠達到親和樂者 所以這個誠意誠進誠心 是兩方面 這個三方都要付出誠意誠進誠心 另外就是我們 另外就是 失榮同分 就是有愛心耐心誠心 等等的一些親和態度 所以 這個很重要關係 在這個所謂樂準的上面 那在講天氣功之前 先講這個所謂 先天氣跟後天氣 我們天氣功為什麼用先天氣 這個無火之氣 而不是用這個空氣的氣 痴迷的這個氣 那 這個 有很多挑了講 各位回去 給各位講義 自己回去再看一下 先天氣是先天能量粒子 這個 我們的氣是從先天而來 所以它帶有這個先天能量粒子 那後天氣是經過層層消耗以後 不斷的退化下來的後天氣 那先天氣是從高次元空間下來的 帶有先天的這個能量訊息 所謂的雷值力性跟宇宙信息 那 這個進入到我們三數元空間之後 這些大部分都被這個 公鎖住了 那 很重要 先天氣沒有所謂的靈性歷史跟物性歷史 而後天氣有所謂靈性 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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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講核子跟電子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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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 一為二用的這個天界裡面 在這個後天氣針對就是有 所謂的這個靈性粒子跟物性粒子分別跟我們的這個 靈魂跟我們的肉體 來做這個 做這個能量交流等等 那下面一部分請各位參考那基本上就是 先天粒子因為它的這個比較精細 所以它可以幻化出很多不同的功能 那後天氣因為質粒比較粗 所以它在這個只限於這個 我們目前所處這個三次元空間 但是它有好處是 它比較適合我們 就是比較適應我們這個空間 所以對我們的肉體來說它這個後天氣的這個氣粒子 比較容易跟我們的肉體作用 那先天氣因為它的能量比較高 我們的肉體比較沒有辦法直接去接收這個 這個 能量 所以它要一個轉換 等一下後面會講 所以天氣要一個轉換的過程 後天氣它因為從 整個是我們這個大環境裡面所產生的 這個後天氣 它比較容易被我們的 這個肉體所 能夠接收 OK 那天氣功的部分 主要是以整心治病為主 救人 救人渡人為主 那一般的氣功是以強生治病等等為主 那天氣功它需要首席清傳 首席要刺法祭 傳法祭 然後法祭需要鍛煉 現在是鍛煉49天 我們以前是鍛煉100天 然後經過我們在結訓之前會有一個受證認證的一個動作 那這是我們天氣功 那一般氣功它是只要有老師 有師父傳 導引他修煉成功就可以了 那這個天氣功鍛煉一般講我們講反省懺悔 這個請做我們功課鍛煉法祭等等 那一般的話就是他 一樣練這個氣功 後天氣 導致溫度肉脈等等 天氣功很重要一個 他不可以收取酬勞 有形跟無形的酬勞都不能收取 因為我們是藉由無形的力量 來做的 不能夠貪天之功不能夠收取酬勞 然後天氣功還有就是他可以 連續的當 不同的人做 10個20個都可以 但是一般的氣功 他可能沒辦法 因為他本身儲存的氣有限 他的氣又然然 就必須回去再去 修煉把這個氣補足他才能夠做 所以他的做可能5個10個 這個就不能夠再幫別人做這個 一般的氣功 但是 我們天氣功是可以連續一直做 10個20個更多都沒問題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天氣功 有無形組織 在後面 配合 所以 所以這個 所謂的這個 月曆的問題 由無形組織 來 處理 所以我們 無形組織負責這個月曆的部分 當然你 你不能夠自己去 你講這個 胡思亂想 胡思亂想 這個 這個 念頭很重要 這念頭很重要 這個無形組織他會幫你 負責這個 這個月曆的部分 你就不用擔心那麼多 那一般氣功的話可能就是 一般有收索啊等等 他就會相對應 他要承擔這些東西 好 那這個 天氣功跟一般氣功的這個 比較的上面的這個情 都會參與這個 這個 書面這個 投影片的資料 好 好 那我們正式講這個天氣功的原理 我們看這個 這個 左邊這個圖啊 基本上 我們講這個三角親和關係圖 這個叫做三角親和關係圖 是天氣功的很重要的一個圖 它的原理 這個在我們一般做氣功 在教運做氣功的時候會 有這個圖 那希望各位能夠跟這個 對做氣功 我們叫做求調整 解釋天氣功原理 所以 各位要把這個圖 看懂 要能夠解釋給別人聽 好 那這個文字的部分是這個無形勝訓下來的 這個有點繞口但是 我會念一遍等一下再給各位解釋一下 基本上三個部分 我們的所謂的神力 仙佛 我們的天意在上面 這邊是我們的 銅份 調理者 這個是求調整 那求調整 發出氫力 我們這個同分 發出核力 跟這個 所謂仙佛 剛硬後 這個 這個中間有所謂一個 熱所 你看文字 調理者經由三角親和關係的建立 向無形 天因落倒 求調整的病情 這時候 先天之氣 先天氣 經過層層的轉化 到我們這個三四元空間 由調理者 承接 這個 先天氣 經過層層轉化 到這個 調理者的體內 由它承接之後 由X元素 氣氣運轉 成符合受調理者病情的 氣療能量 所以我們同分做天氣功 它的主要的一個功能是 承接先天氣下來 透過你的X元素 做氣氣運轉 成這個 符合求調整的 氣療能量 所以 你是負責做 能量轉換的工作 你是負責做能量轉換的工作 這個很重要 所以先天氣的能量 是透過你來做轉化的 不是它直接下來到求調整 你知道嗎 你的身份是 接收先天氣的能量 透過你的X元素 做轉化成 絲和求調整 你知道是嗎 因為我們之前有跟無形末導 無形末導之後 根據求調整的這個病況 身體狀況等等 它在先天氣下來 這個先天氣裡面 就有含長這個 氣療能量的訊息 跟能量 先天氣 前面講先天氣有 能量 還有訊息 很重要 那透過X元素轉化之後 變成 這個 求調整 適合求調整 這個氣療能量 好 那這個在以金光金正 名道妙藥的方式 傳達到這個求調整體內 然後 這個基本上 能量是這樣子 先天氣能量從 貼下來 那這個時候 基本上它的這個 三角氣喉移建立 肉質已經到達 然後 能量經由 我們求調整 調理者 同分 S元素轉化之後 金光金正的方式 到達求調整體內 那在這個體內裡面 它會做調理的動作 那由於是先天氣的實力 經維 它會先跟求調整的靈體 氣喉達到以氣補齡的效果 然後情況良好會在大腦疲成 來自生化系統的能量氣和透過 這個 氣氣運轉帶動的以氣補系 達到調理戰斧的效果 這個後面的部分 等一下會稍微解釋 那更深的部分 以後的課長會介紹 那 主要這個部分的文字是讓各位了解 當氣療能量與金光金正到達 求調整體內的時候 求調整體內 最先接收到這股能量的是 你的核子 你的靈體 你的靈體接收到能量之後 再轉化到大腦疲成 再轉到所謂的 我們的肉體身上 很重要 靈體就是 氣療能量與金光金正到達我們 求調整體內的時候 是由你的靈體 先接收到這股能量 再由靈體做轉化的動作 轉化到 這個我們大腦疲成 然後再到全身 進入這個流程 所以 我們的靈體是最先接收到這股能量 然後再轉化到肉體 所以任何的病痛 靈體是最先 得到這個 調理 然後肉體是 間接 這個大腦疲成這邊 叫做轉化 出來的 後面還會有一個 詳細 解說圖 因為時間不夠 這個以後課程會再講 但是給各位有一個概念 所以很重要 再說一遍 天然氣功的先天氣由天衣降下來之後 那這個時候有一個關鍵點 這個熱準 就是我們 剛才前面講 兩層相改 人跟人之間 人跟神之間的親和熱準 到達之後 熱準 到達建立它的 我們講 溝通管道 天天氣就能夠下來 先由我們調理者 接收 轉化 成 金光金針 再到求調者體內 由它的靈體接收 再轉化到肉體 OK 了解嗎 這個能量的流動是這樣子 很重要 所以它不是直接就作用在我們肉體上面 它是作用在我們靈體 再從靈體再轉化到肉體上面 這個很重要 那 它不是常常搞不懂直接就 就反正就有用嘛 但是 很重要這邊 你要先搞清楚 先到靈體 再到肉體 這很重要 這段文字部分 各位要能夠把它消化起來 讓它吸收起來 以後再跟別人講 月曬天天氣跟原理的時候 要講 其實就差不多跟我剛才講嘛 你要讓別人知道 這個能量 治療能量這個先天氣 從先回而來 然後 通過這個有一個很重要的這個熱准 這個熱准 就是 很重要就是我們講所謂的氫核 事前氫核 之後氫核等等 就在這個 讓這個熱准能夠 到達 這個 氫核熱准能夠到達 才能夠做調理 才能夠發揮作用 這個在我們的氫核上面很重要 在讓這個熱准能夠到達 OK 這個原理部分 能量流動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後面還要再複習一下 基本上 這一段文字講的就是 天然氣功它的運作的一個 能量流動 好 我們先來看 天麗教 我們講這個 三分是靠自己 七分靠五行 這個七分任何 的一個天麗教五行 其實 無形 運化有形 配合無形 你配合無形 無形就會給你力量 無形出七分力 同樣的 推能氣功也有 相對應的無形組織在 後面運作 天然氣功有兩個無形組織在運作 一個是 地道總殿 先天其院 它在下面有設一個 天然氣功院 這個叫做先天的天然氣功院 對應的是我們 研究總院 天然研究總院的 天然氣功院 主持是先天於氣流到死 好前輩 這個有先天於氣 掛在前面的 都是在我們宇宙之前就存在的先佛 在我們宇宙生成之前 就已經存在的先佛 都有先天於氣 已經很久了 已經不曉得經過幾個 這個宇宙的輪迴 天天一氣流到死老前輩所主持的 這個先天的天然氣功院 它主要任務在培育天然氣功人才跟宇宙 宇宙遼寧神美 跟我們天然氣功院 我是天然氣功院的 天然氣功院主要跟教育訓練認證有關 教育訓練認證有關 在人間的角度來看 我們用一個 比較簡單的這個比喻來 來 這個 這個 比喻一下這個天然氣功的角色 天然氣功院的角色 天然氣功院相當於現在我們所謂的 醫學院 我們醫生他要考這個醫學院 考到醫學院之後在醫學院上課 這個叫做訓練 上完課之後他要考這個醫生執照 這個受訓 他拿到醫生執照之後要去醫院行醫 這個就是到各地教育院 我們的各地教育院就相當於各個診所 醫院 所以天然氣功院的角色相當於醫學院 在負責訓練這個醫生出來 那一樣 在天然氣功院在負責訓練 天然氣功德相關的一些人才 那 經過受訓 那個 結束之後 各位有沒有 這個修飾訓 我們這個 這個 最基本的 這個症狀結業以後 是拿修飾訓 修飾訓拿到之後就可以到各個教育院 我們的診所啊等等 去做 這個 天然氣功 一樣 在我們天然這個醫學院剛結 這個畢業在剛結業之前 有個實習醫生嘛 這個 修飾 到行事的過程中有一年的時間相當於這個實習的階段 類似於實習醫生這個階段 那一年之後正式 參加我們天氣功院的修飾 形式肉症之後 那就變成 真正一個可以獨當裡面的 一個醫生 可以用這樣子的 比喻 所以 這個是所謂的教育訓練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是在我們平常做氣功的時候 之後的無形主持 這個 浩天精確靈霄寶殿 設有精神療禮院 為無形古佛主持 這個精確的精神療禮院是負責配合各位做天然氣功的 所以下面 我們在無形磨倒的時候 要默念 恭請 精確精神療禮院 某某科的主治院士加持互用 每一次做天然氣功的時候都要磨倒 請求精確精神療禮院 某某科的院士加持互用 好 所以 我們真正在外面做天然氣功的時候 是磨倒 精確精神療禮院的主治院士 來跟我們 就是輔助我們 來做氣功 那各位在這個平常訓練啊等等這些是由 這個天然氣功院 天然氣功院的這個相關審命來護用 基本上分兩個部分 訓練的部分 屬於天然氣功院 那出來我們說講說 出來行醫院到診所到各個教院 你出來做氣功的時候 由精神療禮院 主治院士來護持 好 很重要每一次磨倒的時候都要磨請 這個 這個 精確精神療禮院主治院士就是我們的 方面的先行 好 你在跟他禀報這個求調整的病情的時候 他會下藥方 下這個條理這個各方面的這個 明亮的這些下來 由我們這個精確精神療禮院的主治院士 來負責這個 人間醫學有的科系天上都會有相對用的這個主治院士 所以 我們一般在看圈條者病情的時候 他如果有去醫院 某一科 我們就可以磨倒是某某科 如果不知道的話 他沒有 中醫當然也算啦 中西醫都算了 但是如果他沒有去看 小感冒他根本沒去看 基本上 內科萬科 當然如果說眼睛眼科 比較明顯的 分不出來 分內科跟外科 有開刀的都外科 沒有開刀都內科 那就請內科 那真的都不知道 那就分科 那就是直接磨倒 請這個主治院士 因為症狀不明 沒辦法分科 請這個主治院士來 自己判斷 這個自己判斷 有些真的 不知道是什麼科 所以 基本上就是 根據求調者 這個病況 分科等等 來磨倒 這個是無形組織的部分 前面有講 前面有講 這個我們調理者 我們同分 他的氣主要是由先天氣 經過成分轉化到我們現在三次元空間 由這個 X元素氣氣運轉成 這個 求調者定型的氣量能量 就前面講過 那 我們在這個 民體醫學讀書會的時候 有請示五行 因為我們後面會講這個求調者他 體內的一些 這個機制 這個無形已經給了 那我們請示五行說是不是也告訴我們 這個 調理者這部分的這個 裡面 裡面的一些運作機制 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無形沒有答 可能我們自己的這個 這個 我們講熱腫不夠 接收不到這個 這個 無形的這些 這些 這些訊息 或是說我們 目前人間還沒有辦法去理解 不知道 但是 這個 我們 另外問一個問題 就說 常常有人在做天文氣功的時候 感覺有能量加持 他覺得 做起來很舒服 所以他很願意去幫人家做氣功 就是 我們講說沾到一點光 這個 能量下來的時候 順便沾染一點 這個 這個無形的信念器 然後順 再 把這個 這個 轉化嘛 所以在 轉化過程中 有一部分的能量留在自己身上 對自己有一點好處 這個部分我們請示五行 這個 無形 下來很簡單 這個 這個 轉化的這個效率 轉化的問題 這個 很重要的決定因素 當這個 能量不足則補之 因質能量過重則化甜之 我們的同分在做天文氣功的時候 當你的能量不夠的時候 他這個天衣會幫你補能量給你 當你的因質能量過重 怎麼叫做因質能量過重 國際太多了 這個 這個比較比較不好的這個負面能量太多了 好 這個 無形天衣會幫你暫時的降低 懂我意思嗎 當你能量不足的時候 天衣給你能量 當你 毒氣太重的時候 幫你降一點毒氣 那 等於是說 無形天衣在消耗他的能量 在幫你 負 跟減 懂意思嗎 所以你會覺得很舒服 會覺得能量會有補充 是因為你的資格不夠 你的能量不夠 所以他為了 其實 先佛很慈悲啦 當你在幫別人做天文氣功 發善已經 發這個慈悲心的時候 先佛會 很慈悲 會促成這個東西 就能夠完成 當你條件不夠的時候 天佛給你補 給你補的時候 當你覺得有能量補充會很舒服 但是他的意思就代表 你的能量本身就不夠 所以要靠 所以要靠外 這個先佛來給你補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好好的反省一下 你自己的正氣 好 夠不夠 熱准夠不夠 還會需要 要花費先佛的能量來幫你補充 所以 如果有一天你做天文氣功的時候 你覺得 對先佛補充能量 對先佛降低了這個濁氣的時候 你就好好自我檢討了 好 平常的五門功課如果沒有做好 正氣不夠 熱准不足 先佛為了要促成這件事情 他要幫你補充能量 幫你減少渠氣 這是耗費先佛的能量 他要多餘能量 除了在幫這個求調者之外 他還要多花一些能量幫你再做這兩件事情 所以我們做天文氣功的時候 好好培養你的正氣 做好我們功課 讓這個無形先佛不要消耗這方面的能量 把能量都留給我們求調者 有意思嗎 好 所以 這個能量的轉換問題 其實 這個先佛沒有回答到人 因為這個部分 可能 我們 我們還無法理解 這個時代我們還無法理解 但是有件很重要 我們不要成為先佛的負擔 所以你要好好的把你的五門功課做好 把你的正氣 提高 熱准提高 好 這個是很重要 就是我們其實 你也不用去學很多東西 你只要好好的把你的正氣提升起來 天文氣功 自然而然就會做起來 有意思嗎 你不要去學很多 有的沒有的 因為 天文氣功的 你只是天文氣功 我們講說你只是擔任跟 一個傳導轉換的角色 所有的一些條理部分都是先佛在做的 所以為什麼說 叫你不要接受所謂物質的到時候 因為是天國在負責 你只是 當根電線 當一個傳導的人 不要貪天之光在這裡 所以 不是因為你調理的好 是你這個電線的角色做得很好 這個 超導體 我們講這個 一般電線有電阻嘛 電阻要發熱嘛 這個消耗能量 當你變成一個超導體的時候 所有能量運轉得很順暢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天文氣功德 這個 調理者 OK 那我們在看這個求調者的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牽回到兩個機制 基礎性失智調理過 失智過程 有一個 試行性過濾轉化機制 跟 正形式通關於學運 這個裡面很複雜 我們在 之後 各位行事 我們之後的好幾個班都會講到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 不容易理解 也不知道 這個不太好理解 但是 讓各位知道說 為什麼能量是由靈體接收 再轉化到肉體身上 跟這個這兩個機制有關 我很簡單的講一下 這個是在 我們金光金針的能量 進入到求調者體內的時候發生的 第一個 接觸到能量是 自行性過濾轉化機制 這個有點像是我們這個 我們肉體上面的免疫系統 當外來的這個 不好的病菌啊 病毒等等 進入到我們體內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防疫的機制 去抵抗這些 這些外來的 這些有害的東西 就是 這個肉體有一個免疫系統 在我們靈體 這個可以看 這是我們的頭 這個大腦這個地方 這個其實是 重合的 上面的部分是我們靈體的部分 下面是我們 肉體的部分 事實上這個 交匯的地方是在我們大腦這個地方 都拉下來重合 它只是分開來一個是靈體 一個肉體 事實上它是重合的 這個部分基本上 有很多圈圈 這個圈圈上面圈圈下面圈圈 基本上就是 所謂軌道 好 那這個軌道這個 在我們教育裡面有講 核子的組成 有 氫元素 氧元素 電磁 X元素 再加溫度 好 這個後面 對我們上過教育課 這個很 很重要 在我們教育心機裡面講 所謂核子 我們的靈魂 核子 是為氫元素 氧元素 電磁 X元素 再加溫度 有組成的 好 那這一個圈圈就是 一個 一個代表氫元素 氧元素 這個電磁 X元素 它有它本身的作用 這個以後有機會再講 那各位只要知道的是 這裡面有四道關卡 每一道關卡 都在 檢驗這個外來能量 外來訊息 當它符合 我們願意接受的時候 外來訊息 外來能量 才能夠進來 四道關卡 做檢驗 當這個四道關卡關起來的時候 外來能量外來訊 就進不來了 好嗎 所以 我們的事前清核 最重要 在打開 這四道關卡 這四道關卡是 每一個人 每一個 靈魂 每個 這個盒子裡面 都會具備的 剛好我們每個身體都有 這個免疫系統 一樣 這個 病毒它要進來 它要突破免疫系統 它要 一樣嘛 好幾個關卡要過 一樣的 當外來能量訊息 要進入到我們靈體的時候 我們有四道關卡在打關 那 我們的天然氣功 也是一個外來能量 外來的訊息 它要進來的時候 一樣會被這四道關卡 所打布 所以事前清核很重要一個目的 在打開這四道關卡 那怎麼清核最重要 就是讓對方放輕鬆 所以你要讓對方了解天然氣功的運作原理在這裡 你要讓對方的目的說 我知道天然氣功在幹什麼 我要怎麼配合天然氣功 放輕鬆 就是完全放輕鬆 願意接收天然氣功能量 這四道關卡打開來了 能量才能夠進來 那這裡還有三層轉化 那就是從無形的 這個精核精的能量 它要轉化到肉體裡面 轉化到大腦皮層 最後到肉體裡面 這個轉化的部分 所以 事情性過濾轉化機制簡單講 它有它的把關 有關卡跟轉換的地方 它就是在 把守 這個關卡跟 轉換能量 它的最重要功能 至於裡面怎麼詳細的東西 之後課程的話 再講 那 事情過濾轉化機制 有一個關卡 有轉換 轉換能量轉換出來的部分 那 它接下來會有所謂的通關運行路徑 通關運行路徑在這邊 這個前面講的這個部分就在我們這個所謂的企劃系統的部分 這個 這個通關運行路徑 現在有順行 順行跟密行 我們的順行 這個 前面看到這10000的部分是這個所謂企劃系統2的部分 外來能量進入到這個 企劃系統2這個部分之後 對 那聽經過 那當然還有所謂的心性系統的介入 這個部分 以後再談 這是外來能量跟我們心性系統介入到這個 這個 自行過濾轉換機制之後 能夠通過這些 關卡等等 進入到 這個轉換 經過這個轉換之後 進入到大腦皮層 進入到大腦皮層能量由於我們 這個脊髓跟末砂神經 傳達到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生化系統 跟所謂的仗子系統 等等 好 所以 我們知道啊 能量從這個 金光金針進來之後 由我們的靈體 我們靈體基本上就是 前面講自己過於什麼話機制這個地方 它 轉化吸收之後 傳導到我們這個大腦皮層 由我們神經系統 再傳達到這個我們全身 所謂脹斧的系統 當然這個 這個還有另外一個所謂的這個 氣化 氛化氣化系統在這個下面 這個以後有機會再講 那 把能量傳達到這個 我們身體之後 事實上它是 在裡面做循環 這個地方是一個循環的 所謂的順行式的這個 這個過濾 這個通關運行路徑 順行式是所謂 洋質能量 逆行是因質能量 那你是希望你的洋質能量 我們講 正氣 這個正能量循環好 還是負能量循環好 這個 這個順行是正能量循環 逆行是負能量循環 講起來就是這樣子 所以 我們當然希望外來能量是正能量 這個洋質能量 在我們這個裡面做循環裡面 在調理我們的這個肉體 所以 從這兩個機制 我們可以看到 原量 由這個調理者而屬轉化之後 變成晶光晶針 靈感滅亂 然後再到我們 調調者體內 調調者體內 由刺激過濾轉化機制 吸收轉化 之後到大腦平成 神經系統等等傳達到我們的這個 脹腑系統啊 這個裡面 就要在我們身體裡面做循環 在我們時間裡面做循環 在負責調理我們的這個 能量 所以 到這個所謂的藏主系統等等這個事實上已經 已經 到達我們的肉體了 能量已經到達我們肉體了 所以 前面講 為什麼是靈魂先接觸 然後再轉化到肉體 就在這邊 我們的靈魂接受我們先天氣的能量 再透過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叫做靈魂網路啊 這個更生也叫靈魂網路 去轉化到大腦平成 然後在這個生化系統裡面 又用到我們的肉體 所以很重要 各位要記住這個 裡面怎麼跑 這個以後各位在有機會在上課的時候 再來說 這個 痾 正義有講一些 但是更深的部分 其實 還沒有講 這個還需要再研究 但是至少我們有一個概念 這個能量是怎麼跑的 齁 先到靈體 再到肉體 齁這個很重要 對於靈體這個 怎麼怎麼跑 怎麼那個這個 以後課程再說 齁 懂了沒 我們啊 所以 整個的 這個天然氣功的氣 天然氣下來 首先第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 鋅和肉腫 用力起來之後 接下來到 調理者 有X元素轉化 金光晶正道 球調者 球調者的靈體 齁這個 刺金過濾轉化機制 再轉化到這個 通過音樂路徑等等 轉化到肉體 在這個裡面 需要調理我們的肉體 OK 簡單講這樣子 讓各位有個概念 這個 詳細的這個 這個裡面的一些 機轉等等 我們以後後面的課程 這個還會再講 OK 這個是 這個 前面是講原理 講很多 讓各位了解 這個 天氣功的 這個運作原理 那 各位有這個概念之後 齁 這個 可以看我們天氣功有一本書 很久了 2016年還是幾年出的 天氣功理政跟行政 在最前面有八篇的 奉訊 就是講這些東西 我興趣可以回去好好的研讀 齁這個很重要 齁 那接下來講 怎麼做清河 前面不是講 日道關卡嗎 齁 怎麼去突破關卡 或是在我們的清河上面 讓讓對方放下心房 心房越重 關卡越急 心房打開了 門門開了 關卡就開了 所以 事前清河很重要 日文清河第一個 這個 接待員引導 缺調者 填寫我們天氣功 清河 這個教員都有 齁 那基本上 這個 姓名 如果同分有道名 姓名道名 齁 前道昆道 性別 出生女略物 齁 對質 你的病 越詳細越好 齁病越詳細越好 齁 這個是基本 基本能力 那這個部分 到時候我們會 末導無形的時候 做一個基本資料 要禀報無形 齁 所以天氣功 清河卡上面 上面需要填這些 基本的一些資料 齁 另外就是說要跟 這個求調者說明天氣功原理 齁剛剛講那個 大概我講了一些 講很多 只會讓各位人來 但是 你們 大概講一下這個 怎麼走的流程 這個氣怎麼走 大概講一下對方理解 然後需要對方怎麼配合 配合就是 放輕鬆 第一個原則 相信我 你要放輕鬆 你要去說服對方 在做氣功的時候 你要說服對方 你要相信我 你還要放輕鬆 就這兩個原則 怎麼去說服 要看情況 沒什麼樣 但基本上 相信我 要有信心 如果師尊講要有信心 然後放輕鬆 就是把關卡打開 就這樣子 旁邊的一些家屬等等 大家可以到這個溫開水等等 那最重要是希望能夠在旁邊 念念之真言 我們在做天氣功的時候 也會心裡默念念之真言 其實 念之真言是媒介 透過念之真言的媒介 傳達天氣功的心天氣下來 然後 做的人念 旁邊的人一起念 一臉默念 反而小聲的 雲壽等等都可以 大家一起念 目視真言 OK 這個是在這個 這個條例之前 在做天氣功前 我們要前面講 介紹我們天氣功能力 要教他怎麼配合 天氣、清潔、卡等等 然後 後面下一節我們教怎麼 做這個條例的這個動作 在我們條例過程中很重要 隨時要注意求調整的身心狀況 最理想的狀況是他睡著了 跟我們打坐一樣 跟我們打坐一樣 這是最理想的狀況 不要說他睡著怎麼辦 睡著的最好 那不要睡著東倒西歪啦 不要睡著東倒西歪啦 最好的狀況就是 像我們打坐的狀況 就是最影響狀況 完全放輕鬆才睡得著嘛 那如果說他 東章西望 看看你在幹嘛 這個時候 你可以試著再跟他親和一下 試著跟他親和 跟他放輕鬆 因為有些人戒備心比較強 尤其是有些 我們在外面做 這個議程等等 或是大型活動 他臨時被抓過來 什麼都不了解的情況下 他會 很好奇在幹什麼等等 這個時候 試著要讓他 放輕鬆 讓他放輕鬆 這很重要 他要隨時注意求調整 有不舒服的要什麼 我們在做條理過程中 可不可以跟對方講話 可不可以 可以啦 他要求你專心 不因為 我們親和的管道問題 但是 我們有時候碰到一些狀況 我們需要了解他 有些 眉頭緊皺 做前面 有時候問他說 是不是哪裡不舒服啊 或怎麼樣 那我會覺得他這裡 什麼地方不舒服 你可以加窮 重點加強 或是說他用什麼地方 會 就是 任何的這個情況 都可以用 這個 一樣是親和溝通 調理過認真 不是要我只要 慢慢做什麼 做完就好打當 你要隨時 觀察求調者的身體 狀況 然後做事實的一些回應 事實的一些回應 不舒服 或是有些 比較嚴重 狀況 不會處理的 請我們教育人比較資深的 或是開導師來幫忙處理 有些經驗不夠的話 有些 處理 你說會 會造成一些麻煩 有時候 自己能辦法處理 也沒有經驗的可以請我們資深的 或是開導師來幫忙處理 在我們在調理過程中 隨時注意這個求調者的狀況 那 調理完之後呢 這個 很重要 我們調理的同分 不可以自用神通寡大 攀天之功 接受求調者的 家屬行大禮 尤其不可以接受物質從容 這個非常要注意 因為 前面講過呢 所有這些能量等等 都是從仙佛來的 你只是 你就是一個天線 一個導體這樣子嘛 所以我的功勞是 無形仙佛的功勞 不要貪天之功 收取這個 任何的物質酬勞等等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天氣功服務完之後 調理完之後 要 把 就是將這個清和卡 天氣功清和卡 這個好好的保管起來 因為現在講 各自的問題 各自打的問題 這個要好好保管起來 那 可以建議 這個求調者不去 直送面智真言 調和身心 好 那 這個 最重要 其實 其實 我們天氣功 跟面智真言 是同一個時間被 引氣宗主 發明出來的 天氣功發明出來 最重要目的 在推廣面智真言 很重要 那 天氣功最重要的目的 在推廣面智真言 我們希望面智真言 能推廣到這個社會大眾 讓各位 共行 面智 所以這個是面智 這個天氣功很重要的一個目的 你能夠達到這個目的 讓對方接受認同 這個面智真言 事實上你的第一個目標就達成了 做天氣功 第一個目的要達成 所以 我們天氣功的目標不是 所以一定要讓你 參加政政集團 不是 讓你 接受 認同 面智真言 把面智真言推廣出去 讓你面智真言成為每一個人 風生動行的人生守則 這很重要 所以 面智真言跟 這個天氣功跟面智真言是分不開來的 所以 回去的時候可以請 你這個求寮者 送你面智真言 有需要的話可以帶甘露轉合去 這是 黃錶等等 看看對方的這些 接受程度 然後 很重要 叫做 事後追蹤 希望你跟這個球條者講 第二天或是之後幾天 我們回報一下你的狀況 變好了變差了沒變等等等等 有什麼問題等等 事後追蹤 不是做完一次就 就拜拜了 事後追蹤很重要 你現在目前這個社會的情況 很少有一次就成功了 很少很少 有時候 一個月兩個月半年等等都會有 都會有 很少 所以這一次氣功就沒問題了 很少 所以事後追蹤很重要 所以要在事後追蹤這個 希望他能夠主動回報 如果沒有的話師傅可以再聯繫一下 欸 情況怎麼樣 是不是還需要再來當忙做氣功等等 事後追蹤 然後 當然如果這個整個過程很好 對方感覺很好 那我們進一步 看看是不是能夠再介紹到我們天地教來 參加我們 靜心靜坐 靜重靜坐等等 後續來上告 這個看幾元 所以 我們天然氣功第一個目標 當然就是要讓對方的這個 所謂的病痛 眼睛 甚至能夠讓病痛 消失 這最第一個目標 再來就是讓對方用事接受 認同 認知真言 這很重要 接下來如果有機緣的話 再讓對方能夠進入我們天地教 共同來奮鬥 這有一步一步來的 第一個就是一定要說一定要 要渡他進來 一定要參加正宗等等 這是有他的一個階段性 這是 條理前 條理中 條理後 我們需要清潔 當然 還有更進一步所謂的整心的部分 整心部分 我們放到這個形式 各位下一個階段 有整心的部分 那 這個 我們講這個修飾這個階段 事實上是讓各位熟悉天然氣功 他的動作啊等等這個方面 讓各位有這個條理的經驗 後面才談所謂的整心治病的部分 這個下一個階段 所以 所以 清潔事實上是初步的整心 這個事前清潔 事後清潔等等是初步的整心 事實上 整心的動作做得好 甚至不用做氣功這些動作 都可以達到天然氣功的效果 這個 這個就有點像這個 我們講所謂的講病 講病的動作 那這個部分 以後以後再談 所以天然氣功 目前各位需要知道 先要熟悉天然氣功 把天然氣功的相關的一些原理 等等的一些了解 基本的清合了這些 對的字號 大概就可以 然後 後面一些比較重要的 我們應該猜不清楚 快到了 這個天然氣功很重要 要信願行 要有信心 要有誠心 要有愛心 然後 這個 至尊說要這個天然氣功 一些都是無形在運作 禁止一切從來 然後很重要 天然氣功不能取代 這個人間的中西醫治療 那對於這些病重的這些 因果病 雖然不能救命 可以肚靈 好 所以天然氣功 不是萬能的 它配合中西醫治療 那病重的部分 肉體已經不可修復的時候 我們可以肚靈 等救它的靈魂 好 所以很重要 天然氣功要培養 耗然正氣 要存心 發慈悲心 我們就知道 我們做天然氣功 要發慈悲心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天然氣功無法 這個發揮預期的效果是 沒有正氣 而且無心積極培養的人 天然氣功沒有效果 沒有信心 對天然氣功沒有信心的 沒有效果 受無以盡的 該回去的 這個是自然的法則 自然的故意 所以天然氣功沒有這個 天然氣功沒有這個 全力去干擾自然 它該走的時候該走 該走的時候該走 天然氣功沒有辦法去干擾自然 而運作 所以受援以盡的 沒有辦法 所以這是三種情況 會沒有辦法 代表預期效果 很重要 三月五規 前面講 願力行五門功課 信心不惑 願舊節救人奉獻 誠心不便 願天然氣功服務 愛心不便 前面講信心 誠心 愛心 那五規是過去天然氣功 天然氣功從到現在已經過三十年了 中間有很多很多的 這個這個 不太正確的一些事情出來 所以我們後來天氣功重整的時候 遇到五個規則 絕不自行墮落 借道 戀財 戀色 絕不自我通戰 違背 氣療師規 絕不自我神通 萬斷業障因果 這個很嚴重 萬斷業障因果 這個很嚴重 這個很嚴重 絕不自創功法 去萬氣統傳承 絕不自立蒙古 背離地教組織 這些通通在過去發生過 在過去通通都有發生過 如果各位去打聽一下他們的狀況就知道 過去通通發生過這些情形 那你可以回去打聽一下 有些老童人在去打聽一下 這些人現在是怎麼情況 這個 我們承接天命 這天氣功承接天命 承接這個無形的這個 這個天命下來 你要順天應人 不要違背天律 很重要 不要違背 你有這個機會 能夠承接這個天命 這個天 這個復形給你 上天給你這項法道 你要好好把握住 不要隨便的違背 尤其這五項 當然還有啦 這只是最嚴重的 好好的這個天律不可違 你就要天律不可違 尤其你承接到這個法道 好很重要 很重要 很多人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 自我膨脹 這個氣功很厲害 都要吹噓啊 怎麼 都有各式各樣 奇怪的東西出來 這個 自我警惕 自我警惕 很重要 努力各位 各位剛剛開始接觸到天然氣功 沒有要求你一定要 做天然氣功做得多好 這個天然氣功是一個隨身打倒 這個青藤好友有病馬上出手 都會有效果 都會有效果 這個隨身攜帶的法導 不需要好好練習 不需要好好練習 不要浪費這個法導 不要浪費法導 但是你在練習這個過程中 要遵守他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規定規則等等 或者把天然氣功發揚出去 我們講天然氣功是究極度人的一個先鋒利器 很多在外面去跟你講宗教講什麼 人家現在很多人很反對 很多人很反對 聽到一講宗教就不聽 但是人家有求於你的時候 你講什麼人家都聽 你病碰的時候 你幫他做氣功 這時候跟人家講面對 講什麼人家都聽得進去 這個就是差別 為什麼天然氣功度人很容易在這裡 當然比如說我們蹭人之危 說你生病了才能夠聽 但是這是一個機會 一個機會 一個渡人宏教的一個機會 我們要好好把握 所以 天然氣功今天傳給你們 很重要 不要出心 今天你們剛剛接觸到天然氣功 你們發願為天然氣功 為了希望做天然氣功 為了宏教渡人 所以 不要忘記了你們 現在所發的願 前面講 這個 這個師尊講這個 靜座等等要發大願 不要忘記了你們所發的願 我希望透過天然氣功 來 點點點點點 天然氣功是一個法寶 今天無形傳授給你 師尊傳授給你 是讓你紅陽天地教化的 齁 再給我講一次 莫忘初行 很重要 齁 莫忘初行 很多人走到後來都忘了 他當初天然氣功是為了什麼 齁 這個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在一開始後告訴各位 把握住自己 這個 最純真 最純正的這個念頭 好好把持住 齁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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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講能心為為道心為為嗎 齁 這個 很重要 齁 這個 看到很多意思 很可惜 能做成好 但是 講一遍 我們三角星河上面是先佛嗎 但是 照面那個一定是精確精神療理院的問世嗎 懂我意思嗎 今天你在做天然氣功的時候 然後 悼念那個無形 是不是精確精神療理院的問世 是的話 表示你還在這個道路上 如果今天不是的話 好好的反省檢討 因為我們的念頭發出來念力 沒有關係嗎 人跟人 人跟神 我們人要跟神 我們人要發出親力 所以 相應後 相佛 相應後的合力 才能夠 今天我的發送對象 不是精確精神療理 認得問世 而是其他的妖魔鬼怪的時候 他就是向那邊去 他們也有法律 神跟魔其實法律都很強的 今天你是向魔就親和 那下來就是魔 他也會治療人 為什麼說 所以我們講說這個心很重要在這裡 我們看到的是結果這個病好了 但是呢 是向誰去引來的能量 這很重要 你是跟誰去引來的能量 精確精神療理院是我們的對象 永遠要向他 有意思嗎 不要去找別人 好 有時候不知不覺會偏掉 不知不覺 尤其是你只看結果的時候 因為不管是神 不管是魔 都有能力將人的併就好 有意思嗎 都有能力將人併就好 都有能力將人併就好 你只看佛的不管上面的話 有能力將人併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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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時間到這裡 好不擔心各位 好謝謝 全局懸吟請起立 影像講師一句公 謝謝